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安 线上的朋友 早安 Louis 等一下我们十点半会开始我们今天的live 可以先把这个live分享出去 早安 红尼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问题关于发型啊 然后一些发型设计的一些软颜色啊 因为在salon开了可以软头发啊之类的 没有任何疑问也可以准备问题 或者等一下你们也可以提问的 好 谢谢Louis 谢谢你的分享 好 早安 everyone 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这个 celebs talk 这样子呢啊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呢主要是分享男生流长法 你准备好了吗就是啊一些想要流长头发的朋友男生们 就是你可以通过啊流长头发去发现另外自己另外的一些性格或者是一面这样子 就我自己本身呢我自己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很想要流长法的就是啊大概应该是十多二十年前 那时候流长发的时候就一直流然后之后也没有想到说就是啊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烫啊这样子之类的就是一直继续流 所以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做造型 然后今天呢我今天主要要分享这个也是因为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年的啊去年开始我们就有mco嘛 这后那段时间呢其实很多人都不能去salon剪头发 尤其是男生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剪的 这样子呢就是想要继续流长头发的 然后没有去salon啊剪头发的 那头发就是长的嘛就是继续流长流长 然后呢就是啊rich to the point 啊想要想那到底我要把头发留长还是去剪短它这样子 so啊就有很多他们也会问我的一些啊想法啊一些意见说 啊我现在不知道我的头发需不需要想要继续流长这样子 所以今天这一个分享主要是跟大家知道就是你们其实也可以啊长了 头发长了可以做一些不同的改变 好的一些造型 所以而且就是啊流长了之后其实我个人想法是通过流长头发 其实你的心情上你会有发现很多啊平时我们短发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的一些啊细节 或者是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造型这样子 或者是一些造型这样子 好OK 嗯 Lewis 哦 你想流长的是头发啊 啊不多 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的头发的法量呢 主要也是可以我们就是说考量 其中一个考量的因素我们要不要把头发流长 当然我我时常都会跟我的客人分享说最重要是你自己啊舒服 然后你自己最重要开心的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造型不同的剪法去把这个头发流长的 好 这样子我们今天啊就分啊开始我们今天这一个啊分享会了 哦好 这样子呢我要给大家知道的就是嗯你在啊流长法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去流长头发现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好像现在有一些朋友就是他的头发已经到了啊 比如说从去年到现在有一些流的蛮长 有一些还是卡在就是不长不短这样子 这样子这样我们要去怎么样去做一个调整或者是处理 所以我首先啊我想要讲的就是 我自己本身呢我在流的时候呢 我就其实有做了一些啊就是有做了一些啊处理的 找Arnester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live 好这样子呢我自己就是去烫了我的头发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我这个长度的时候我就去做了一些调整就是烫了我的头发 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的头发是比较直的 所以我通过烫了之后呢它可以让我很容易的去流长这个头发 而且呢它的这个烫的卷度不会太圈的就是它没有太圈 它就是有点波浪这样子的这样子呢因为我烫了就有一个造型了 所以我平时只是要放一点gel啊或者放一点啊 啊 foam这样子一些或者是一些油我就可以出门了 然后也很容易让我就是一直去烫它 我不会想到说啊要去啊剪它 因为通常我们流长头发男生呢我们会觉得就是主要是旁边这个地方 长出来了会觉得有点啊不舒服的感觉就要突出来 尤其是我们的 反正我头发是很直的 它就会啊就是这样子跑出来的 所以会有点不舒服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烫头发去做这一个 如果你要留长头发的时候你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然后呢就是或者是我们一定要准备就是gel gel是一个很好我们很好的朋友一定要准备的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梳gel头来去啊留这个头发 比如说你头发现在是很啊就是不长不短 对吗对不对 这样子呢你就可以把两侧的头发像这样子梳完去后面 暂时把它全部梳完去后面这个过程 就是而且它是很方便照顾的 就是说你只是把头发吹干了之后 梳一梳这个gel就可以出门了 这个就是也是啊让你在留头发的这一个过程呢可以做的一个处理 就把头发用gel梳完去后面像它这样子 然后后面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这样子呢就是把头发全部梳完去后面用gel 所以这个你当你们有准备 第一我刚才有分享就是烫头发 第二就是准备gel把头发全部梳完去后面 因为我们留头发的人我们知道了就是 你就卡在那边到底我要还要不要去剪还是我还要继续留 这一个过程就是需要有一点耐心 所以就是要准备脚发交这样子去把书给它贴 给它给它整齐这样子 好这样子呢我个人也是分享就是男生 因为我们男生大部分呢可以说大部分都是短头发 但是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男生留长头发也是可以很有卡很好看 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他就是可以很帅气然后有不同的感觉 就给大家看一些就是我自己觉得蛮好 蛮特别的一些啊例子 就首先这一位啊他是日本的演员啊歌星之类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他头发的长度大概是蛮长到这一边的 其实不同的长度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是有不同的感觉的 就是有时候你想制造一种比较慵懒 比较relax的感觉的 就是长发你放下来很像长发飘飘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他呢就之后他就把头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属于蛮长的这个长度对吗 他其实之后呢就把头发剪短一点 但是对我来说呢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长度也算是长发的 所以他把这个长度类似我刚才这样子的卷度啦 他把头发剪到这个长度 然后做了一些微烫的感觉 其实他的脸型是属于长的嘛 大家可以看到我也是属于长型的 所以这样子的长度呢 过去我跟大家分享过脸型嘛 就这样子的长度 你再搭配这样子的一个发型呢 其实他可以把你的这个脸型放大一点 放大了一点 所以他整体看下去呢 他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长型脸再搭配这些柔的烫卷了 他把这个部分稍微拉大一点 他就感觉上不会太过长了 所以他做了调整就是把头发剪短到这个部分 然后做了一点微烫 然后呢 他就去登上了这个Vogue Japan的这个杂志封面 就我个人认为他剪了这一个短发之后 他的感觉很清新 很fresh 然后很有个性 把他这个个性也带了出来 他也是属于就是一个长发的一个改变 就是男生留长发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感觉和改变 而且呢这一种这样子的长度 他也很容易打理的 就是你只需要稍微做一点微烫 然后放一点gel啊 foam啊 whatever这样子的 stalling products就可以了 so你看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他从这一个长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感觉的 把它剪短了之后 变这样子的感觉 那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所以就是不同的长度 其实可以制造不同的感觉和效果 最重要是适合我们自己本身的性格 然后你想要带出的这一个所谓的感觉 好 然后另外一位呢 就是这一位我想要给大家看的就是 他的变化我觉得是非常的大 就是这一位模特儿 他本身之前应该有一些媒体也会报道过他 就是他是 这个我给大家看到 就是他短发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也是很帅气的一个男生 好 当他把头发留长了之后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吗 所以其实男生流长法和女生流长法 其实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so大家可以看到 好他把头发留长了之后 的那一个所谓的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那个 欣慰的感觉就马上出来了 他可以就是其实我时常分享 就是打发型它其实可以给你制造一种情绪 就是你的情绪是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讲拍杂志 就是我们身上会有一些开心的情绪 或者是一些比较懒散的一些感觉感情 或者是你比较生气的情绪 或者你比较relax的一种情绪 所以发型它是可以制造这种情绪出来的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还没有留长头发的时候的这一个长度 他这是短发的时候就是 当然我们觉得就是很干净 我们常说 剪短 他就是可能就是一种很smart的感觉 但他留长了之后呢 这感觉就是这样子 所以男生留长发呢 就好像我们上一个星期有分享过 就是女生剪寸头的感觉 就是那两位模特儿 如果大家有参与我上一个的live 我会有分享到 其实有两位就是那个双神儿模特儿 他就是两位就是民国蛮出名的一个模特儿 就是其中一位他就把他头发剪了寸头 他是女生来的 就同样的他剪了这个寸头之后呢 他同样他的这个五官 他的uniness 他的特别的地方就出来了 所以就变成了他给很多的大牌子 就是一些牌子去用他作为这个开场秀 或者是很出名的一个模特儿 这样子 就女生剪寸头和男生留长头发呢 就是其实你可以就是去尝试 一种让自己看起来不一样的感觉 就好像对我来说我们常常说 男生剪短 但是留长了的男生他是可以有一种恨 可以有一种我们说可以有一种半腻的感觉在里面的 就半腻的感觉 好像女生剪短 男生就半腻啊或者是你想要制造一种 比较与众不同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男生他把他留长了头发这样子之后的一些感觉了 然后呢另外一位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位 这个就是简单他把头发全部绑完起来 他把头发绑完起来很干净像我这样子 绑完起来了的一个感觉 当然男生有时候呢留长发都如果有可以留到胡须这样子的 会衬托一些胡须 至少因为你留了胡须之后 其实你可以把你的脸型的jaw line也可以让他更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他绑起来之后 还有他放下来的感觉 就是其实长发你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造型 绑一半啊绑半啊绑起来啊放下来 他就已经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放下来之后绑一半 他这个感觉其实呢他前面也一样可以属于一种 就是我们讲的一些pumpet door 就是有一种有弧度的这一个感觉 这样子的发型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刚才我们可以通过tang啊 然后通过就是啊就是用jaw 还有一种方法 其实是当你的头发在不长不长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考量 就是剪undercut 对就是在很多啊啊例子里面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把头发留长 常常我们觉得旁边这里好像有点不舒服对吗 就是把头发剪undercut 你看这位男生他头发没有很长 但是他已经开始要准备要留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他就把后面那子绑起来 但是他旁边两边就是undercut剪掉它 所以你可以imagine 当他上面这里比较够长了的时候 他这里也开始陆续长出来 他就可以慢慢慢慢这样子放下来 so undercut呢我们要考量的有一些因素 其实我个人觉得蛮重要的这些因素就是 其实我们剪undercut很多人去剪undercut 其实他就这样子剪上去对吗 我们要考量的就是这个undercut到底有多under 我时常说的 你的undercut到底要上到去上面还是下面这个部分就好 就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它是大概在眼睛这个部分 我们要考量的是他的头型 他整个头型 脸型 头型 就是他的脸型 还有他的头型 刚刚好 那个弧度是刚刚好看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剪到这个位置对吗 他后面这个弧度是圆的 整个发型看起来 就整个整体的感觉 我们剪头发是整体的感觉 包括我们的身形多高 然后可能多宽 肩膀这些 我们都会在考量的因素里面的 和脸型这样子 所以就是你的脸 就好像 比如你剪undercut的时候 如果你是有打算要留长发的这些朋友 尽量这个undercut 不要 就是我不建议太高了 因为你越高 你的剪了头发就越多嘛 对不对 所以你大概剪到这个高度 然后之后搭配你的这个脸型再绑起来 它就会很好看了 整个感觉就会很好看 好 这样子呢 当然我们也要考量的还有就是你的法质 就是有一些好像我本身的头发是比较直的 所以我就会带一点微卷 这样子就是波浪了 就有些朋友的头发本身就是我们说比较听话 他就本身已经有点微卷了 就是波浪型的 所以他留长发比较容易的去留的 因为好像他头发本身就已经会服贴 然后可能你自己本身有点波浪 他就很容易留 或者是你的头发是卷发的 像这一位男生 他卷发的就很容易留了 就是你只需要剪一个型就可以了 只是我们留长头发呢 他是要剪一个型会比较容易留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 他这个部分会比较短一点 他上面的部分会比较长一点 所以大家可以imagine到他慢慢留头发下来的时候 他是比较整个shape会比较好看一点的 所以如果就是我们没有去剪也可以 就是只是你剪了之后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说 好像你留长头发 需不需要去修那个型 其实是要修那个型 不是剪头发 是把那个型那个layer剪出来 所以他剪了这个型 从他留下 留头发他就会越留越好看越长 所以如果你是卷发的呢 可能卷发的朋友时间会稍微长一点 因为你卷发你的头发是会缩起 就是缩短缩短的 所以他就是会稍微 可能你要有一段时间 你才会头发会慢慢的长 而执发的朋友呢 他就是直的咯 就是很快你就会看 哎 头发就很快长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留长头发 你可以有一些 怎么样去处理 让容易留头发的 让那个头发容易留长 这样子 然后也可以去选择一个适合你的长度 适合你的一个长度的一个长发 男生朋友们 好 当然我们留长头发呢 我们也要考量的就是 怎么样去倒我们的头发 然后怎么样去照顾 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因为好像我们短头发的时候 就是洗头方面 就是可以快 就是这样子小 我们就可以出门了嘛 要是长发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考量的东西 就是你怎么样去倒你的头发 怎么样去催整那个发型 就是好像我自己本身呢 因为我们头发已经长了嘛 就我们长头发的时候 我们的头发就是覆盖我们的头皮 大家看到吗 所以是会比较容易有 汗水或者是粗油这样子的 所以在用这个shampoo方面呢 就是要注意考量 就是要把我们的头皮洗干净 所以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会用这一些shampoo 把头皮洗干净 这个是最重要的 洗干净了头皮之后 就是我就需要去喷这个hairglow tonic 就是因为我们的 因为我们要强嫩我们的发根 因为我们强嫩我们的发根 我们才可以抓住我们的头发嘛 所以我就会在这些地方啊 还是我绑起来常常会 因为你绑头发就会拉紧头发 所以我就喷tonic 在这些地方明显的地方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我有长这些小小的baby hair 长出来 还蛮长了的 所以这个我们讲的scup 铁头皮的照顾是很重要 然后呢我们需要的用的就是这个发油 因为我们的发尾呢它是会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要查在发尾咯 然后这样子在吹头发之前 好 这样我们吹整那个过程 我可以跟大家share个tip 就是我们头发长的时候是一定要把头发麻干 就是tower dry 所以我们麻的时候那个头发 你放好下一次 你是把它这样子按对吗 因为我们要按的 我们不要拿来搓 因为搓我们会让到我们的头发毛燥 所以你这样子按 然后你这样子头发对吗 你就扭它 这样子按着扭它 就你扭到很干了之后 你头发就 那个毛巾你扭到它很干 就是这样子去扭那个头发 你扭了中它的头发的水分 全部被这个毛巾吸起来了 这样吸起来 你吹干会比较快干的 就我自己长头发之后 我就是用这样的方法 这样子去扭扭扭 然后你就吹干了头发 它的水分已经抹到很干了嘛 所以它就很容易去吹干头发 线上的朋友 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留言给我 好 这样子吹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 当然用风筒 大家要知道 风筒我就会用最大的风 因为风筒的 通常我们的control是有两个button的 一个就是风速 它的这个speed就最温 然后到最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heat 就是它的热度 所以我自己本身是用最大的风速 然后最低的heat 有时候我连heat都没有开的 因为我这样子 我可以靠近我的头皮去吹干嘛 就我一定要把我的头皮吹干 这个是最重要的 头皮我们的头皮一定要干 这样子它就可以防止这个细菌的滞长 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吹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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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吹吹吹 吹吹吹它 然后之后 啊就就就可以了的 然后我也是建议大家要有一把这样子的按摩书 这样子的按摩书 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梳我们的头发 这种按摩书呢 它不会制造这个摩擦感给我们的头发 所以呢我们这样子这样子 梳那个头发 它就不会有那种毛皂啊 你会觉得头发好像有点小闪闪这样子啊 对它不会freezy 不会闪闪这样子 所以梳头发每一天都要梳 这样子就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让我们的头发更容易的伸长 就更容易的长啦 好这样子呢我要跟大家讲解 大家是怎么样去绑头发 好像我自己本身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头发大概从去年流到现在已经这么长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的长 我的头发已经这个长度了 如果你的头发是已经流到这个长度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差不多得到这个长度了 我是从去年三月流到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吗 所以它的长度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刚才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有去照顾我的头皮啊 然后我的 对我的头皮啊 本身然后我的发尾呢 我是每一天都要坚持放这个发油 所以它就可以很强的 然后我头皮也可以 就是很健康 我的头发就可以长到这么多 就是比较 它强的 然后它就可以hold着我们的头发 我们说 对 就是啊我们有很多朋友说 哎呦我的头发留了这么长 因为其实我在留的过程 其实当然我身边的朋友 或者是我的家人都会说 哎你要不要剪短你的头发 会的 会有很多朋友 这样子去问你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思考 你是不是真的很想去尝试 把头发留长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这一次是想要把头发留长 然后留到 这一次也是我人生中 应该是留到蛮长的一个长度 所以如果你是男生 你想要 你的头发已经留了这么长 对吗 所以我想跟大家 给大家 羡慕我 谢谢你 可以看 好 这样子呢 我 OK好 现在我还没有绑头发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怎么样平时去 去洗咬头之后喷tonic so tonic 就是这个hair growth tonic 它是帮助长法 让我们的头皮健康 然后最重要是控油之类的 so我洗咬头之后呢 我就会中间这个部分 中间的部分 我就会喷一次 这样子喷 喷 然后按它 这样子按的 尽量让它按 然后就用之前要摇一摇 这个tonic 让它的incredient平均的 然后之后旁边 大家可以看到旁边我会喷 两次的 然后大家可以按 这样子 因为这些地方我们会比较容易有 可能会比较 好像我有一些客人 他们也是蛮注重这些地方 因为这些地方 我们也不希望它 全部拿去后面嘛 对不对 这样子 就是不希望它空的感觉 所以我们会喷这个地方 然后 这一边 我这一边呢 也是属于蛮容易 就是拿去后面 它会比较明显 少头发的嘛 所以我也是会注重在这个地方 我就会喷 然后这样子按 好 按 当然我们自己在家喷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 打头 往后这样子咯 它就可以往去后面 喷一次这样子 这样子按它 然后 按好之后 后面这个地方也是 比较容易 孔的地方 这地方我就会喷 喷一次 大家可以看到 可以喷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大家也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的 颈的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我就会喷一次 在这个地方 然后按 为什么我们颈后面这个地方 要喷呢 就是 常常我们吹头发的时候 就是 后面这个地方也要注意 要把它吹干 所以刚才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常常就洗啊 弄都比较顺手在这个地方嘛 但是后面这个地方 可能有时我们也会舒服掉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喷 让它 防止那些细菌磁长 然后就是我们吹的时候 就是 尽量靠近 就是 小心它自己也是要 靠近我们的头皮 后腦勺后面 把后面这个部分 吹干 这是最重要的 不然常常我们后面这个部分 会死 然后有时就会有细菌 所以就会痒 就喷了 喷了之后我就会按摩 按摩这样子 这样子大概按摩 按摩一分钟 这样子已经足够了的 按摩 这样子 按摩了之后 ok 然后我就会疏这个头发 疏的时候我会疏法尾先 就是疏法尾先 因为这样子疏法尾先呢 它的打结才会 detangling掉 你这样子疏呢 它可能会有点 打结 这样子 疏法尾 然后之后呢 我才会查这个 LAVIOI的 所以我查LAVIOI是这样子的 就是平时 我小头头我就会按两个Balm 因为我今天已经查了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show 这一个Balm 就好了 所以我的头发是这样子 你可以分两边 一个Balm 平时的话是两个Balm 一边一个Balm ok今天我就是一个Balm 因为我刚刚也是 早上我有洗头 我就吹了的 so 这样子 然后呢 查的时候 大家把这个头发 按它 然后转 这样子 转 ok 这一边也是 按它 然后转 大家可以看到吗 ok 这样子就好 因为这样子查了 老板 不好意思 试试 你的头发呢 就你在催疹的时候它就有保护你的毛鳞片 这样子它就不会散了 ok so 你就这样子催 这样子 就可以了 然后 你头发还有一点平衡的 对不对 你就这样子 当然是轻轻不要太大力这样子去按它 这样子太大力 你就可能会弄到头皮嘛 这样子轻轻 少它 大家就可以看到那个头发 ok 大家看一下 好 好 查了油了之后它就会很很有光泽 然后很很顺了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好 这个这个就是我平时的routine 它大概就是这几样东西 就是宣布要很注意就是洗头皮的 然后 然后 就我尽量是盘粉的了 然后 宣布要洗头皮洗干净了 然后 就喷 然后最后就是放油 然后 吹干它就可以了 好 你吹的时候就是吹干它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呢 我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去 啊 绑那个头发绑起来的 所以你可以把一半 所以你把一半的时候 我有个一些tips跟大家分享 通常我们是这样子拉 就这样子直接去后面的嘛 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 是你把这个 从这个角度 往上的 v shape 就是一个倒v的感觉 这样子 大家看啊 往上这个部分 大家看到吗 往上 为什么要往上呢 就是因为要把你 让你这里剩头 这里的头发 比较多的 放下来的头发 会比较多 如果你平的话呢 你的头发 就会下来的头发 会比较少一点 所以我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希望我这里的头发 比较多留下来 所以你是可以用v shape 这样子v上来的 好 大家有注意到 然后之后 用手 当做梳子 这样子去梳就好了 轻轻的 不用太大力的 ok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 塑胶袋方面呢 我们常用这些 我们所绑头发的东西的 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 用这种 cotton 布的这种 塑胶袋 就这种 elastic band 它是布的 为什么呢 它是不会扯到你的头发 就是 它不会扯你的头发 它不会刺头发 这样子 然后如果用这种 平时这种 rubber的感觉 就是塑胶这种感觉 就是 我们Josho会用这种 感觉的rubber 但是我们不会拿来扯 我们做完了 秀州帮模特 是我们是用来 剪短它 因为这样子 你的头发不会刺 就是刺着那个头发 其实我有些男生的 客人的朋友 他们就是可能 就想到 拿到什么就可能 绑在头发就好 其实不是的 这一个阵子的rubber 是它会刺你的头发的 所以我们通常做秀 是会拿来剪 剪断它就给它 而你们自己本身 就是要用这种布的 大家要记得 或者是你可以买一种 好像电话线这样子的 也是可以 所以你就这样子 总之我们要记得 就是我们头发 它减少摩擦 它就会有一种滑 就会滑 它不会飞 不会散 所以你绑的时候 我就要跟大家绑 就是你绑 大家看到吗 绑 绑 就是五四头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环子 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就是放下来的 这样你就可以出门了 然后你绑完了之后 我会用手这样子去弄一弄它 让它有点 没有那么整齐的感觉 我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这样子 好没有 这个就绑一半了之后的感觉 ok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后面 就我们绑这个呢 其实也让我们头型看下去 比较圆一点 从我们唱剪头法 都会希望让我们头脑槽 比较碰一点的感觉 所以你把这个高度 看到没有 这个高度的 小环子就可以了 它就是 如果你绑马尾 它就知道不到 这种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就绑环子 你就可以知道这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整个头绑起来的 就是 Top Note 绑起来的 这样子 你看我这样子一拉 它就很容易拉下来了 ok 然后呢 整个绑起来也是一样 绑起来 ok 你绑的这个Top Note 你可以 要的高度是你可以低的 低的 中间或者是高 都可以的 所以我今天要示范的是 让我头型好看的 我就是中间 我在中间这个部分就好了 这样子 ok 中间这个部分就好 让我的头型更好看的 ok 你可以绑紧它先 ok 绑紧它 拿一个小环子这样子出来 大家看到吗 小环子这样拉出来 ok 尾巴这个地方留一点 不要把它弯出来 不要拉完出来 ok 然后 这样子 拉一拉它 ok 看到吗大家 这样子 就是把这些细细的 让它向上 ok 然后 就好了 这个就是 环子头 然后 用手 这样子弄一点 这样的感觉 就是你绑完了之后 大家看到吗 很整齐的 然后用手 这样子搓一搓 制造一种 比较随性的感觉 我是喜欢这样子的感觉 比较随性的 ok 好 这样子就完成了 我们今天这个环子头 很随性的 然后 头型 也是非常的好看的 就是圆圆 这样子 男生朋友们 想要留长路法的一些 tips 就是 怎样留的过程 然后怎样去绑 这样子去处理 这一个 长法的这样子 好 好 这样子呢 今天这一个 男生留长路法的酷帅法型 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呢 也谢谢 刚才参与的一些朋友的一些问题 所以你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 也可以继续 DM我们 Inbox给我们 所以好像你们想要了解 我是不适合 留长头法 然后要怎样去 要怎样去照顾 这样子 同样也可以 inbox给我们 这样我也谢谢 之前一直 inbox 你们可以inbox给我们 然后我们 我就会去跟大家分享 就是 因为留长头法 其实也真的 我们也要知道一些 怎样去照顾 然后适不适合自己 什么样的法子 去适合留 这样子 所以你inbox给我们 小评也会跟我去分享的 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 以我的心得 去给大家一些建议咯 好 这样子呢 今天这个live 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星期 同样的时间 星期六 早上十点半 跟大家见面 so thanks for watching see you guys next week 拜拜